中俄都是体育大国 两国始终相互支持对方举办奥运会 普京总统将应习近平主席邀请 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两国元首的冬奥佳话 即将续写新的篇章 中方认为冬奥赛场是各国运动员 切磋记忆的竞技场 不是各种政治势力 拼杀博弈的决斗场 纯粹的奥林匹克运动 不应受到政治干扰 谁抵制冬奥会 谁就站在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对立面 站在了国际社会主流民意的对立面 终究不得人心 更不可能得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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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